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什么风格都想要 但是又不能明确自己究竟适合或者喜欢哪一款 怎么选呢 不妨看看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款赛克龙RG401 那么官方给这台车的车型定位叫做RG旅跑系列 也就是运动旅行车 那么放在汽车的领域它就有点类似于奥迪A62 Road或者沃尔罗的V90CC那种感觉 那么整个车头是非常饱满的被这样的一个覆盖件所覆盖了 那么它传递出来的那股劲呢就是仿赛的一个姿态 那么在灯组的造型方面可以看到也是很有特点的 中间一个圆圆的远近光的灯组 左右两侧对称的是日间行车灯 而且它日间行车的内部呢也做了一些矩阵式的一个设计 个人觉得这个车头的一个设计 比那些平面化一体化的一个设计来的更有战斗感 更有立体感 虽然从车头来看呢它是仿赛的那股劲 但是呢从细节部分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它的旅行车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这个风挡 其实这个风挡的一个尺寸呢还是比较适中的 但是呢它是支持手动无极可调 当这个风挡升到最高的时候呢 我试了一下行车的一个风阻保护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会把风阻一直倒向头顶头盔处啊 我们胸口基本上是吹不到风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赛克龙标志下方呢会有一个摄像头 其实这台车配备了两个摄像头前后各一个 它充当着行车记录仪的功能 所以说在这个配置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适用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往下看啊 它的整个前叉是采用了一个 24节可调的倒置前叉 从整个前叉悬架的一个形成长度来看呢 它会比一般的仿载车型通过性 还有带来的减肢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么轮胎部分呢 轮毂是采用了一个17寸的 铝合金轮毂 黑色的一个涂装 那么刹车部分呢是采用的是前双后单的一个叠刹 另外的轮胎用的是腾森的轮胎 那么胎宽前面是120后面达到了160 也是比较符合旅行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需求的 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整个车身姿态就出来了 前大后小前高后低 这个时候运动旅行车的一个姿态呢就体现了比较的完整 我觉得这个角度看过来呢 这台车特别是配了边箱之后呢 会有那么一点湿和远方的感觉有没有 那么从细节部分来看一下 首先 整个前侧呢是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覆盖线 那么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散热的通风口 所以说在骑行的过程中呢 对于膝部和小腿这一块呢会有一定的暖风保护 也就是在冬天骑行的时候会比较惬意一点 那么油箱这一块 着重说一下它的油箱是配了一个标准的大油箱 容积呢是来到了21升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长途的骑行 另外呢整个车的一个配色还是跟RG3一样采用了 这个偏雾霾的一个蓝色雾霾蓝的一个配色 我个人觉得如果做的更亮一些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版画也相应变成了RG401之前是RG3 好那么重点来了也就是它的这一块发动机的部分 这一次呢它换上了综身全新的TC401的发动机 其实这一款发动机在RX401还有RG401上都是有所运用的 所以说在这款车型上呢也用上了最新的发动机 也就是这个原因 它把它的名字从RG3也改到了RG401 那么在这一块呢看上去还是比较规整的 而且会比较饱满 双缸水冷四冲层的一个发动机呢 在这一部分呢也进行了一个黑色的喷涂 并且呢整个发动机舱的部分呢看上去会比较饱满 跟这个车头也是比较搭调的 而且在细节部分 无论是焊点螺丝还是这种油管气管呢 也是用的比较好的材质进行了包裹整个平整度看上去 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一块饰板呢是一个仿碳纤维的塑料饰板 上面有塞克隆的名称 而且它做了碳纤维花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了 那么再往后看 这个部分 排气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音管用的是304不锈钢的一个材质 并且很贴心的用了一个防烫板 这个防烫板呢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那么后方的脚踏是可以收折的 那么再往后看呢 其实这台车的 左右两个边箱呢是选装的下达的一个品牌价格呢 不便宜 2600但是带来的实用性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非常能装的 左右两个基本上放一个 四分之三亏放进来是没有问题的 还可以放一些杂物 当然了如果有的朋友在 城市通勤骑行会觉得 这两块有点 增加车身的宽度 削减它的一个灵活度的话 也可以把它取下来 它的拆卸方式的也比较简单 只要钥匙孔插进去之后呢 这个把手就会弹起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 拆卸和装载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 这一类车型 兼顾的一个 实用性和灵活度的一个体现 那么整个车辆尾部呢 再加上了左右两个边箱之后呢 我觉得看上去也会更加的饱满了 而且呢 它采用了比较简洁的设计 尾灯 扁扁的 里面的LED的灯组 那么下方会有一个 长度比较可观的挡泥板 我觉得这也是对于 实用性上的一个 倾斜 那么另外呢 就是它的一个摄像头了 刚刚我提到行车记录仪 是在这个位置 而且在这个姿态下 你会发现后台 160的宽度 看上去还是有点唬人的 现在我已经坐在了这一台 RG401的车上啊 看一下我的行程姿态 我的身高177 那么它的座高是多少呢 780 780的一个座高 我基本上能够 双脚掌的一个全掌落地 所以说呢 对于车身的一个控制呢 还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了 它的车身质量 它的车身重量呢 达到了198公斤 所以说接近400斤的一个体重 你要去控制它挪车的话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费力的啊 另外呢 它的手把是进行了一个升高处理 升高之后呢 能够便于我们 有一个比较直立的骑行姿态 这个对于长途的摸驴骑行来说呢 我觉得简直就是福音啊 如果是仿塞的话 你可以要这样趴着 所以说这个骑行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在 整个操控区域的一个细节部分的变化 首先 在把手处呢 它增加了3D的一个 课文啊这个课文有什么用呢 增加摩擦力嘛 手感的一个握感也会更好一些 而且呢 它的整个功能化的一个布局 按键布局也是非常合理的啊 包括双闪 大灯 还有一个 仪表模式的一个切换 另外这边呢 会有一个 远近光 还有自动大灯的一个选择模式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台车是比较好上手的 只要你骑过车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而且它的按键呢是带背光的 当背光开启的时候呢 我觉得 会有那么一定的科技感和档次感出来 另外一点呢 就是整个前方的 TFT的彩屏了 它的尺寸达到了6.75英寸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边的mode按键 选择不同的 画面的模式 还有点呢 它是支持了 手机的一个互联的 包括蓝牙 我觉得整套车机来说的话呢 在摩托车领域当中 算是比较有科技感的了 好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 骑行RG401的一些感受 首先动力方面的升级是比较直观的 现在它的最大功率来到了33000瓦 峰值扭矩呢 37牛米 对于这一台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够用的一个动力储备了 而且今天我们主要是给一些 亲手朋友做推荐 所以说400排量的车型这个动力表现 是足够了 那么双缸发动机的运行的平顺度怎么样呢 其实它在对于震动的意志上 也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当转速提到4000到5000会出现一个共振点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手把还有坐垫呢会有一定的震动 但是呢当我们切换到合适的挡位之后 这个震动就会消失了 整体来说它的骑行的平顺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骑行当中它的一个体量感也是比较明显的了 首先它的车重加上比较饱满的车头 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的 无论你之前骑的是踏板 骑的是街车 还是骑的是太子的车 所以说对于这台车来说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而且在加了两个边箱之后呢 你会考虑到车身的一个宽度 有些走街串向啊 一些比较窄的地方 能不能过自己要好好掂量一下 那么另外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减震 它前后减震其实都是可以调的 包括这个中置的后减 那么减震对于滤震的一个效果呢是比较不错的 我个人认为比一般的街车来的更软一些 这个也对于 非铺装路面它比较长的悬架行程 加上比较软的一个 悬架的一个调校 对于乘坐的舒适性 长途旅行的一个对于身体 疲劳的一个缓解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那么在刹车部分 刹车呢是采用的是前窗后单的一个通风盘刹车 而且制动系统呢是采用的博士的 ABS双通道 所以说刹车来的会比较线性一点 来的很突然很突兀 换档部分呢由于采用了滑动离合 所以说呢会比较轻松一些啊 我们能够 很轻松的去切换到我们想要的档位 另外呢就是RG401对应的它的一个长途模拟的一个性质啊 其实它在 如果说我们后座要坐一个人 它的感觉怎么样呢 它由于采用了分体式的座椅后面的座椅会高一些 但是呢它整个座垫的面积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左右有两个把手可以 抓手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 如果你要加一个挡泥板 做一个挡泥板在后边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感觉 那么新手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 一上来可能我们想要去做一些 压弯的动作 那么这台车适不适合做压弯呢 我个人感觉 会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重心比较偏高一些 它不是一台低重心的车型 另外呢它是整个车身的一个质量放在那 接近200公斤的一个质量 再加上 车身把手的一个坐姿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说我们要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我建议新手朋友 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等你把这台车真的骑熟之后 熟练之后 再来去尝试一些压弯的动作 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经过接近半个月的一个骑行啊 我对这台车也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和对它的定位呢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因为之前我也是比较少接触这种 运动旅行车款的 我始终觉得 骑行这台车的朋友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岁数 那么出去长途摸旅啊 才能驾驭得了 才能达到那样一个调性 但是呢 从这台车的一个比较 激进的一个时尚的年轻外观 加上丰富的电子配置 还有一个彩评 我觉得年轻人也会比较喜欢吧 另外呢 结合它的售价 30800到32800 这个价位区间 其实400排量的 旅行摩托车来说呢 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的 也只有一个春风的400GT 那么它相较于春风的400GT呢 在动力上面 由于是 后面升级的发动机啊 也会有一些后发的优势 那么总的来说这台车 对于新手的朋友 3万块钱的预算 能不能够买呢 或者建不建议买呢 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它的外观造型 另外动力方面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 担心的部分 加上它 非常丰富的载务空间 还有比较实用的使用场景 我觉得是可以种草 可以下手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对于这台RG401的试驾报告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